臺灣老年人口增加快速 多數民眾希望能享受退休生活 但老年是否能得到完善照顧 長期照顧服務法 一百零六年上路後 長照基金該從哪裡來 准行政院長林全 日前接受廣播電台訪問說 可能會提高部分稅收 紫禁財源 否則這個長照做不起來 是 但紫禁財源叫什麼不重要 一定要有紫禁財源比較重要 所以我想來想去覺得 一陣稅加百分之十 以及營業稅加零點五 儘管準行政院長林全表示 未來可能提高稅收 但目前新政府對長照經費 不打算加稅 將以四年完成社區長照基礎建設 擴大居家服務 強化日照中心功能 後續再考慮民眾需求 增加長照稅收 或開辦長照保險 研究長照政策的學者 王真勇提醒 稅收至提供長照基金 大約三百億左右 但會因景氣波動影響 如果是以保險制度 專款專項來說的話 長照基金大約會有 一千一百億 經費相較穩定 面對人口老化的長照的需求 遲早要走到社會保險制度 也許現在過去未來這四年 新的政府他可能會用稅收制度 作為這個長照制度的推廣 但是一旦推廣之後 他還是必須要走上社會保險的制度 不然的話那個裁員沒有辦法永久 學者認為實施保險制 確實有利長照政策 但族人普遍因為工作不穩定 無力繳保費 權益是否會有損失 學者建議可以用照顧替代保費 無力繳保費的民眾 可以透過照顧部落長者 來替代繳保費 鼓勵部落族人互相照顧 可以讓族人回到部落 認為是新政府可以考量的方向 記者南無倫倫台北市採訪報導